好 接下来再看到这建商也是连退了好几步 因为房子卖不掉的话 这资金就卡在那里 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看新装复都心 之前有很多建商抢劲 而且不停地吹捧说 这地方值得投资 但现在发现了 整个复都心梦碎 因为那边的房子控制率竟然超过了七成 担心房子盖了卖不掉 很多建商干脆就延缓推案开工 我们来看看乡林建设怎么做 他们董事长大动作宣布说 新建案要降价 平均成交价再打折向你怕 这边是新装复都心 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一整排 都是盖好没几年的房子 但是这边新房子空屋率竟然高达七成以上 北台湾空置率最高的地方就在这里 新装复都心的新屋空置率高达76% 投钱重划区的空置率也将近50% 就是因为房子盖了没人买 建商干脆延缓退案开工 整体来讲不只是买方的部分 现在对于进场来讲是比较观望 对于建商尤其是它实际要开工投资来讲 它其实是更为保守或谨慎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相比 新屋开工数奏减超过两成 最夸张的是桃园市跟新北市 分别减少52%跟45% 金融海啸以来基本上整体来说 建商推案投资都是往这个相对来说 是扩张的方向来走 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是一个 比较转折明显的这个转折点 已经盖好的房子就怕卖不掉 有建商打出广告标榜美评审20万 乡林建商董事长赖正义更是直接宣布 三个新建案平均成交价再折5% 只不过大台北地区的房价早就被炒高 就算打个折年轻人恐怕还是买不起 记者陈瑞小林小凡特别报道